这个是我个人比较看法是这样子 而且中国跟日本有一大堆冲突 那大浦洞一从日本天上飞过去 或者是其他的飞弹一飞过去 日本再怎么样 就会想到六方会谈 就会想到要请求一点帮忙 请中国调停北韩 这种我们当做杠杆也好 我们当做协调的砝码 或者是天平上的砝码也好 我想国际政治在中国 他现在是越玩越精 越玩越能够操控 最少东亚的这个局面 逐渐的他甚至从他军事的发展看到 他甚至要把美国赶出去 那么在这个过程 他可能就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 利用北韩 我还是比较非常传统的 用冷战跟代理的这个思潮的看法 在看北韩 任医兄你怎么看 刚我们最后那个新闻有谈到说 这个是打了南韩总统李明博两个巴掌 就是你去南韩 估计都要去到南韩 然后去慰问天安舰的这些遇难家属 然后说一定要查清楚 三天之后那么热烈的接见金正日 然后最后讲说会不会导致南韩重回美国的怀抱 我们再谈所谓的六方会谈 去解决北韩问题的时候 就是南北韩再加上一个俄罗斯 俄罗斯大概现在越来越不那么重要 还有一个日本 还有一个美国跟中国 美国在东亚 特别是东北亚的这一个力量 会不会因为中国的力量越来越大 美国被边缘化 有可能 我的看法就是 现在中国在东北亚的政策 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主轴就是 避免冷战的格局重新出现 这是对中国来讲 因为这样的一个形式 对它是最不利的一个形式 就是冷战的格局 比如说南韩又投到更靠近美国 北韩又更靠近中国 中国不太玩这样的东西 他一直想要挣脱这样的一个冷战的格局 他希望大家都和在一起 他能打进这个国际的这个社会里头 因为这样子对他是最有利 所以他们又要对抗美国 没有 我的估计是 我的估计是 中国在东北亚的政策 从消极面来讲 就是稳定东北亚的现有的局面 如果不稳定会有几个后果 我刚好谈到 一个东北亚的权力均衡会被打破 会重新洗牌 这个会干扰到中国的经济发展 第二个 这边都是有核武的国家 核扩散马上就扩散 对中国的安全是不利的 第三个万一有难民 大量难民跑到中国 因为我去过那个地方 去过叫沿边 吉林沿边 十几年前 那边都是朝鲜族的 那个地方叫吉林沿边 朝鲜族 自治州 那里的很多人都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 他们认为他们就是朝鲜人 朝鲜族人的 那很多北韩的人 他们的亲戚朋友都在那 都在那个地方居住 上万人 那他们对中国的认同是很有局限 他们认为他们并不完全是中国人 所以上次你记得去年那个两岸一甲子研讨会 中共有一个退役的那个中将李济君有来到我们台湾来座谈 他就有谈到说北韩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问题 北韩都认为东北像沿岐那个地方的土地啊 是他们的 这主权的主张啊 所以我们一般不太了解 他自己讲说哪一天啊 中国跟韩国要打起仗来 一点也不要意外 在主权的问题上啊 中国跟朝鲜的之间的问题上 是很严重的 所以这个问题是很复杂 我刚就讲到 还有中国本身就有很多社会 像一年有十几万次不同的大小的这种抗疫 是是 那如果北韩出了问题 有可能会刺激到中国国内的社会的不稳定 会刺激到 所以从消极面来讲 中国是非常谨慎小心处理东北亚的一个形式 这是从消极面来说 从基建面来讲 就是中国有可能去主导东北亚的经济发展 因为十几年前我去的时候 他们中国那时候打出叫图门江开发区 已经十几年了 我在14年我就去过图门江那个地方 我看过 哇那个时候他们就提出了好多的方案 要开发图门江来带动整个东北亚的经济 到现在当然还一直没有做到 不晓得做到什么程度 那很难嘛 因为地缘的形式 政治的形式很复杂 但是你可以看出来中国的意图跟企图 就是在这个地方扮演政治军事的主导 中国是不可能的 他只要有一席之地就不错了 这六方发言他只要能够固守他的那一席之地啊 扮演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 守住这一肯就不错了 但是在经济的发展上 中国有可能扮演主导角色 这就很有可能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最近这个金正日啊 到了中国大陆他五次去大陆 三次到各个特区都去看过 中国的特区他都去看过 他甚至于在2002年 在新一周就办了一个特区 他自己也办了一个特区 结果根本就没有成功 因为他只看到了中国改革的这个训量 训量的一面 没有看到人家这个改革的一面 但问题是中国是有这个意图的 在肖金面能够把持这个地方的稳定 能够让战略的军事能够保持平衡 有助于他的国内发展 如果可以积极一点的话 做某种程度的引导 在经济上可以主导东北尔的发展 那他就扮演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角色 你刚刚有谈到他在中国 在全世界各地手都伸出去对不对 但你要晓得他伸出去 他不是军事跟安全的力量伸出去 他不是像美国这样子 对他是很那个很敏感 你那个手伸出去马上就被 各种势力就会进来 所以他那些手是经济的手 而且你发现他那个手 重点很明显是能源 大部分都跟能源有关 像非洲这些都跟能源有关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就他那个手是经济的手 是人家反对力量是最低的情况 因为别的势力你很难用这个东西进来 要不然你也经济你也给钱啊 你也开发 第二个当地国对你的这个防戒心也相对比较低一点 因为你带来的是开发嘛 那后面呢是能源的确保 就知道他现在蛮注重就是整个能源战略的问题 可以就可以看得出来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这有积极跟消极两面 李老师你怎么看 赵老师讲的是说还是说是那种 所谓的冷战那种思维 对抗代理人 老公拿北韩来当代理人 该吵该放鞭炮该闹的时候 你就要适时的做一些动作 让我老公可以得到一些好处 可是对义兄说 这其实已经不是冷战的思维 老公要的是说大家和在一起 他不见得要当霸主 可是他在经济上要有实力 可是他在政治跟军事上 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企图性 你可以看到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中国要发展经济 他需要一个和平的稳定的一个环境 那做生意 你当然不要分哪边可以做哪边分 最好全面都可以做 那特别是在现在的东亚来讲 已经不再有任何一个国家 可能handle所有的一切 美国势力或许衰退了 但是他绝对不可能退出这一块 日本即使20年经济成长迟缓 那他现在还是世界第二大 就算中国追过他 他还是第三大 所以这个美日俄中 甚至包括韩国要追到世界第七的这个目标 所以这几个大国 谁要是把谁完全干掉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再看这个部分 就是说整个21世纪出的东北亚 有可能像19世纪的欧洲 一种多级的一个状态出现 那第二个就是说到底中国对北韩的角色 是怎么个思维 我认为是有两个两个角色 第一个呢就是他作为一个跟日本韩 跟韩国或者美国的一个缓冲的国家 所以像刚刚严老师讲的 他绝对不希望这个国家垮掉 不是垮掉的后果 北韩不存在了 这个他马上要跟这些所谓民主国家 做第一线接触 是不是刚刚这个乐益兄也提到 那就是朝鲜族的这个知识州的人 就马上跟韩国联在一起 那南北韩一统一 那个民主情绪不得了 那搞不好 就是这个朝鲜族也像 要跟韩国在一起 那边界冲突马上就出现了 所以说北韩做一个缓冲国的存在 是非常必要 所以无论如何要维持它 可以继续存在 那第二个呢 北韩做一个小混混 然后在这边骚扰大家 然后大家就说 你这个大哥管管小弟吧 他透过这个方法 可以跟美国跟日本要挟或者要求 那所以北韩每次有问题 他就当然都不想用暴力来解决了 那所以就是透过中国来 对北韩做一些调整 那所以现在这个六方会谈的 重新这个开启呢 对北韩来讲 是他现在非常重要的一点 包括他的这个国际地位的 被承认可以重新再跟各国交涉 然后包括他可能在会议当中 可以要求大家给他一些东西 来解决他经济粮食的这些危机 所以他透过这个中国 但是我想一开始 金正日是没有把握的 所以才秘密的去 等到稍微喜出望外 有这个结果出来 也可以公开了 但这个公开呢 事实上南韩当然这个政治上面子上 有一些挂不住 那事实上过去两年中国大陆 这个扩大内需整个经济成长 获益最大的是南韩 所以李明博一下子经济起来 他的支持率现在亚洲少数超过50%的 所以说这里面南韩 他玩的也不是只有对中国 他对这个美国的FTA 对这个欧盟 他这个四强外交整体的做法 包括他这个高峰会之前 要跟美国日本在东京先开协调会 这个都证明说 现在大家玩的是一个多级的一个玩法 而不是过去这个 毕业非民的意识形态的对立 所以这样是这样 听起来中国没有那些大的企图 有点压心吗 我的想法是说 像民进相说的 就是把它当小混混 偶尔还一下 所以我刚刚是用放鞭炮 放鞭炮 放放鞭炮 闹一下吵一下 而中国其实也很怕 乐义兄刚刚讲到的 这个朝鲜族的这个identity 他的那个认同感 我们不要忘记 南韩也好 北韩也好 他们甚至把那个 我们端午节的龙州进度 都当作 恭喜他们韩国人 恭喜他们韩国人 所以他们扩大型的民族主义 朝鲜族的民族主义 假如让他扩大的时候 那么我在韩国看到的 他们你知道他们的领土 就可以有多大呢 从上海开始 长江也包括 所以才会有屈原嘛 屈原不是在黑龙江划船 也不是在那里掉下去的 所以你看从下面一直到北边 那这种情形 我也相信中国不乐见 南北韩真正结在一起 这个是我想第一个 文化上面还有在这个 种族问题或者是小的种族问题 他不乐见那当然 另外我想补充一个 刚刚乐玉兄讲到经济 我们看二次拉战结束以后 几个有趣的现象 这个东德是工业重镇 而且他那里矿产资源 尤其是媒帖非常丰富 那你再看北韩 其实也是这种情形 再看东北 中国东北也是这个情形 但是我们知道 有一个大问题发生了 西欧刚刚讲到的是东欧 就是东德 那西欧本来还弄的煤钢同盟 弄得非常努力 最后我们也知道成为后来的欧盟 那他所要的就是 媒帖的管理平衡 但是到了80年代以后 这个产业结果发生大改变 我们看到所有这些 以媒帖发展的经济地区 或者国家全部下去了 那我们看到东北 中国东北完蛋了 北韩也完蛋了 所以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包括中国东北 他们要寻求一个产业策略 或者能够安生立命的产业 但是他现在就像您刚刚讲的 他弄那个CADO 那么没有成功 其实CADO在二三十几年前 我在欧洲的时候我们看到 欧盟非常支持 而且还给钱 而且我们还有朋友 就是以这个题目当作研究的论文 还有美国也支持 但是大家一起去努力之后 事实上我的看法是结构上就是 煤铁产业已经没有办法 那中国能源掌握能源的这个点 没有错 他到非洲到各地掌握能源 但事实上今天在世界上一个国家 已经对他提出抗议 而且跟他争了起来 各位知道这个就是Australia 那么这个就是利多安 对不对 他居然要把人家的国营企业 那个股份要把他并购 那这个Australia再怎么样 都不能接受 最后我们看到利多安的这个 应该是Australia籍 但是中国一的这一些经理人员 都被判了刑 那么这个可以看到 他在找能源的当中 我们也注意到 以欧美势力或者是 半欧美势力的Australia 其实已经都警觉到了 那更清楚的 那么在东海一带 日本跟他的几次小冲突 我们不能说大冲突 或者他的潜见跑到人家地方去 那这一些事实上 已经都明显的看出 西方国家旧思维的西方国家 简单定义一下 旧思维的西方国家 事实上也注意到 中国如何在玩什么东西 好像感觉到他的威胁性 可是我们孤不论 到底中国是不是有 那么大的一个企图心 很显然他在全世界 美国俄罗斯没有能力去影响的 这一些第三世界国家 那个老大哥就叫中国大陆 我们刚刚谈到北韩 北韩这个地方 中国透过整个粮食 经济军事 还有各式各样的援助 他在全世界只有他说了算 所以金正日要去那边 当然您谈到有点像是 朝贡的这个意思 可是不管是怎样 金正日就是要听胡锦涛的 胡锦涛讲话 金正日就是要乖乖的 换句话说 全世界只有中国对北韩 有足够的影响力 再来我们看到缅甸 关翁山苏姬的这个国家 中国在那边盖了油管港口 然后对政府大力的支持 然后所以翁山苏姬 现在还关在那边 巴基斯坦 老美非常头痛的这些 中东的这些国家 包括巴基斯坦跟伊朗呢 包括石油的这些设备 infrastructure的这些提供 武器的部分 还有所谓的核发展的 这种能力跟资源的提供 非洲更是非常明显 之前国际间一直在谴责 达复尔的问题 也就是苏丹这种 对种族屠杀的问题 然后大家批说 为什么苏丹可以杀了几十万 甚至可能几百万的 这些苏丹的人民 很重要是中国提供武器 那为什么中国在非洲 透过这种 他说我不介入你的内政 可是你要的这些 所谓的资源设备投资 我可以提供 非洲中国的影响力 是非常非常非常恐怖的 包括整个拉丁美洲 特别像是我们刚刚讲的 所谓的委内瑞拉 古巴 这种所谓的 跟老美老师唱反调的 这个国家 所以严老师我就要请教你 全世界 除了说所谓的自由 所谓的自由国家 像是欧洲 美国 加拿大这些国家之外 那一些非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地区 包括伊斯兰世界 包括我们讲的缅甸 北韩 伊朗 非洲 老大哥真的是中国大陆 我们来看看 刚刚我们谈到说 北韩最重要的是 接下来的六方会谈 而现在六方会谈 北韩到底能不能重回 谈判桌 最重要的关键 竟然不是北韩 而是在中国大陆 六方会谈之后呢 究竟能够凸显中国大陆 在全世界他的角色定位 跟能力影响力又是如何 美国总统欧巴马上个月初 在华府盛大邀请四七国元首 参加非核高峰会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亲自出席 让欧巴马相当开心 还被视为是美国主办 这场核安会议成功与否的 关键指标 但华府点名 由两个核武国家元首 绝不邀请 一个伊朗 另外一个就是北韩 美国还警告 北韩必须遵守 所有会后决议 否则将受到棒子制裁 美国对北韩的强势和厌恶 表露无疑 也让北韩对美国更加憎恨 北韩发展核武要塑及80年代起 北韩开始秘密筹备核武 2002年北韩试射飞弹 并公开承认拥有核武 核武回击正式爆发 周边国家包括中国 日本 南韩 俄罗斯 以及美国五个国家 在03年和北韩进行多边的六方会谈 北韩要求和美国签署 互不侵犯条约 遭到美国拒绝 更被列为邪恶流氓国家 情势陷入僵局 09年北韩二度试射核弹 北韩和美国日本关系更紧张 今年三月 南韩前界莫名沉入海底 北韩被南韩指为最可能凶手 揚言报复 两韩关系恶化 《华盛顿邮报》报导 金正日几乎得罪所有周边国家 北韩领导人选择前往北京 说明在处理两韩问题上 包括美国等加入六方会谈的各国能力 都比不上中国一个国家的协调力量 美国最新一期外交事务政策期刊 著名的军事专家卡普兰发表文章 分析随着中国经济军事抬头 未来中国在东北亚的地缘角色 越来越重要 卡普兰以地图显示 评估美国在2020年 将完全退出亚洲军事部署第一岛链 由中国跃升为亚洲区域龙头 中国的崛起挡不住 所以美国要退守大洋洲 就是关岛 还有一些马里亚娜沙 Solomon沙 加强那边的攻势 我们也不甘愿 就让中国海军去巡逻第一岛链 尽管中国是北韩最好的外交盟友 但对美国的压力却不能不在意 但至今北韩还是不愿意接受 美国等国际要求 废核的强制检查 中国的协调究竟能提供 北韩多少转变 也成为中国担任 亚洲龙头的第一关检验 中朝各地 但是我就要请教你 美国所碰壁的这些国家 都是可以发现中国的影子 甚至中国就会对它有绝对的主导权 譬如说北韩 缅甸巴基斯坦 伊朗 然后加勒比海 拉丁美洲这些国家 以至于非洲的很多重要的国家 为什么会这样 而中共的实力又是如何 我想中国在过去 这么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之后 然后他长期再加上他历史上面 他就把自己定位成第三世界国家 所以这些第三世界国家 认为说中国在他还没有崛起之前 就已经宣称是我们的朋友 所以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 这个是第一个 就是他意识形态 从1955年开始 这个万龙会议 和平共处五原则开始 到毛泽东把中国定位成第三世界 到周恩来 在出访非洲 强调这些不干涉的内政 他这一贯性 大概政策上面是 选择是 站在第三世界这一边 然后来对抗这个西方的社会 那等到他自己经济起来以后 他的实力又加强了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 各个国家想要获得西方的援助 包括美国或者英国 常常会提出来说 我要你们有这个good governance 善治 这个管理要好才行 要有些条件 那中国就说我们没有条件 我们给的援助是完全不看条件 我们不会去干涉你内政 我们不去批评你的人权记录 那让这些国家 可以从中国这边 不仅是获得 在西方国家拿不到的东西 甚至呢 有时候可以借 借着中国来做一个杠杆 来对西方国家来要求更多 所以看起来就是说过去我们讲的这个华盛顿共事 已经被中国的北京共事给取代了 就是说你可以走我这样一条路 你不需要一定要民主化 你不需要一定要这个就是走西方的路线 同样可以有机会发展 那看起来就是说 在国际议题上面去挺他们 在安理会尽量 他不一定大部分他都不投否决权 但是他这个表态要投否决权 就已经让西方国家必须要做一些妥协 而让这个所通过的任何的决议 比如说对缅甸也好对伊朗 到时候看起来没什么牙齿 就是说不是那么强的 那中国就在这个地方扮演这些制衡的角色 让他能够在这些国家持续有很大的影响力 所以你认为说其实包括说像是伊朗的问题 好了我们如果举伊朗的例子 那时候联合国安理会说要制裁伊朗 然后大家就要看中国的脸色 中国因为他有投否决权的权利 他如果说不行你们不能制裁伊朗 那大家就别玩了 换句话说当他跟伊朗关系越好的时候呢 中国大陆在联合国的发言权就越大 所以他就可以得到更多在外交上的筹码 所以刘老师你怎么看待 这个只是说他想要在国际社会上扮演更重要的发言权 更重要的国际角色定位 还是说他其实还是刚刚张老师所说的对抗 他需要更大的力量跟欧洲跟美国来对抗 我觉得现在就是冷战结束嘛 所以应该有一些拖冷战的思维啦 就是说过去美俄的话 他一旦侵入某一个地盘之后 他希望他变成培植他的力量 是一个反西方的 但现在中国并不要求这些要去反西方 只是说你们有一条路可以选择 不走西方那条路 但是你不一定要要去反西方 所以刚刚薛老师提到 就是说很多都是这个经济面的 他在经济面的这个介入就手伸进去呢 基本上是朝这个方向 我想大家都看过这个大国的没落那个书 如果要一再为了要在军事上去争取更大的 这个控制权的话 其实是反而对国家的财政各方面都是很大的负担 所以像这个中国大际最近有在说要 搞这个航空母舰 这个日本有一些专家就很高兴 他说这样中国以后财政上就会被垮住了 因为那个花费是非常大 那现在刚好日本的内政是非常不稳定的一个状态 所以变成说中国有一个权力真空的机会 发挥他的影响力出来 不过我觉得他在很多包括伊朗的事情 他不见得完全站在伊朗那边 他有时候还是会站在美国这边 是是内兄刚刚有一个点很有趣 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是脱离人战那种思维 就是对抗的思维的话 所以刚刚也有谈到说 也许在未来第一岛链 从南韩到日本 然后到台湾菲律宾 这个第一岛链 美国就退出了 他到第二岛链关岛以后去了 那第一岛链谁来雇呢 中国来雇 那言下之意就是说 其实老美也不见得认为 老共在挑战他在威胁他 换句话说 老美可能会认为中国是他的二轨 是帮他去解决北韩 伊朗緬甸非洲 这些问题的第二轨 另外一个帮手 究竟未来整个国际局势会如何变化 对现在的这个局势 有人讲说 美国可能会撤出这个岛链 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 看要从什么角度来讲 说美国主动撤出 不太可能 对我是打一个问号 这个战略上 地缘的战略很难得 出现说主动撤出 可能有大的冲突规模 结果之后才会有这个结果 未来可能会有一个情况 就是美国所谓的撤出岛链 并不意味他撤出这里的影响力 因为以前我在这个地方要有影响力的话 我一定要驻军 我就有影响力 但是现在整个 遠域的这个投射的能力 都已经非常精准了 所以我不一定要在这个 这个非得要在日本驻军 或在一岛链驻军 才可以发挥影响力 那现在美国的精准打击 他从一岛链二岛链 就可以直接就发起攻击 我为什么把我的部队放到前线 在中共的火力的范围之内呢 你懂我意思 所以还是对抗的局势 只是不采取从前那种方式 你比如说 美国现在为什么要从韩国 跟日本慢慢撤军 因为现在这些部队在这边 都已经在中共的 讨弹的火力范围之内了 万一一一作战的时候 中共马上就可以对源头实施打击 所以你在那边驻军是没有用的 只是增加你的牺牲 那何不如我把军队撤退到 一个相对安全的众生 反正我的火力投射 可以到达这个地方嘛 所以中共要扑灭我的前线的话 你很难 你就要往更远的众生打 但是我这边有个 导弹的防御系统 再来做 所以现在军队撤走了 并不意味他在这里的影响力 就减少了 因为他24小时 部队就到了嘛 也不意味我 就跟你是朋友了 那当然 因为这个都是很现实 战略利益上的一个 一个bargain的一个过程 所以美国 我不认为美国会主动放弃 他的地缘战略利益 他可能会做一些重新的部署 但是这个部署呢 是根据他的国力军事的能力 而做的一些的调整 所以美国人也在玩两手 他一方面说要跟中国合作 可是他提防他 提防得很重 哪一个国家 现在不是玩两手策略 都在玩 都是在玩两手策略啊 就是说既要交往 又要有一些 你譬如比如说 以色列跟美国是最好的盟友 但是你要曉得美国的CIA